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你什么时候再转给我点? 他说完,我当即昏死了过去。 算了,当植物人挺好的,至少不用做伏地魔。 虽然我的心愿不大,但依旧无法如愿。 昏了不到三天,我就彻底清醒了。 医生对我进行了各项检查,阿妹说我恢复得不错, 只要积极做复健,很快就能出院了。 医生说这话时,我弟也在,他很焦急地问医生,很快是多久。 医生说至少要三个月,他听了之后神色凝重。 我以为他是担心我的病情,没想到他说,不行,那也太久了, 我还等着姐姐回公司,给我挣零花钱呢。 他说完,还不忘拉拉妈妈的胳膊,试图让他出面劝劝我。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,但妈妈一下子就心软了。 他说,念儿,你弟弟他。 我说,妈,怎么治疗,我听医生的。 我打断了他的话,我地剑劝我无果,灰溜溜地摔门走了。 我妈略带责备地看了我一眼,转头出门去追。 我坐在轮椅上耸了耸肩,让护工将我推回病房。 我在床上躺了三年,身上的肌肉都没什么力气,想站也站不起来。 只能通过复健训练,让肌肉慢慢恢复。 这本身就是一件快不了的事。 照顾我的护工看到了方才那一幕,他开口安慰我。 苏小姐,您别不开心,我看您母亲刚刚叫您,叫得挺亲切的,念儿是您的小名吗? 小名? 不,苏念儿是我曾经的大名。 我妈当初之所以给我取这个名字,原因很简单,念儿,她想要生个儿子。 在我很小的时候,妈妈就告诉我要懂事。 那时候家里并不富裕,爸爸要常年在外工作,于是在这个家里,只有我和妈妈相依为命。 我六岁开始学着洗衣服,做饭,到了八岁那年,弟弟出生,我又学着如何带弟弟,为妈妈减轻负担。 弟弟的身体小小软软的,我每次抱起他时,都格外小心。 他真的好可爱。 我问,妈妈,弟弟的名字想好了吗? 妈妈说,这个妈妈早想好了,就叫苏勒凯,你弟弟以后呀,一定要快快乐乐地长大。 看着弟弟安静睡着的模样,我的心底软成了一片。 我说,好。 那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他,不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,都要给他留一份。 可随着弟弟一天天长大,我发现很多事也开始变了。 衣服,零食,玩具,他的东西在慢慢变多了,而我的则越来越少。 原先留给我的鸡腿,现在都是他的。 出门完,我想要个气球,妈妈跟我说太贵了,希望我懂事点。 我知道家里困难,也就没再要。 可下一次,我们带上弟弟一起出门时,弟弟哭闹着也想要气球。 我学着妈妈那样,蹲下和他解释。 弟弟确实不哭了。 因为我一转头,就看到妈妈拿着新买的气球,在我身后哄他开心。 那一刻,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 我头一次觉得,妈妈脸上的笑容,有些刺眼。 不是说太贵了吗?不是要学着懂事吗? 我垂着头,在地上跪了许久。 直到妈妈把我叫起来,她说, 妮儿,起来了,我们该去下一个地方了。 我突然执拗起来,抬头问妈妈。 妈妈,我也想要一个气球,可以吗? 其实,我知道,我心底真正想要的,并不是气球。 我眼巴巴地望着妈妈,希望她能像刚才那样。 给我也挑一个。 最便宜的就行。 可妈妈没有动,她不耐烦地蹲下身,看着我说, 妮儿,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? 妈妈上次不是跟你说过,她似乎察觉到我的不对劲。 又转而改口说,妮儿乖,妈妈不是不想给你买, 只是这气球都长一个样,买一个就够了。 你跟弟弟一起玩,好不好? 她摸了摸我的头,又夸了几句我懂事的话。 我还没来得及点头,她起身带着我们去了下一个景点。 不过那天,我清楚地记得,气球被妈妈绑在了弟弟手上。 我一下也没碰过。 傍晚,医院,护工正在帮我按摩小腿。 病房门被打开,我妈提着两个保温饭壶走了进来。 她说,妮儿,妈妈给你带了晚饭。 妈妈走到我床边坐下,一口一个妮儿,叫得亲切。 其实,我现在已经改了名字,但妈妈改不过来,依旧是叫我妮儿。 她盛了一碗粥,喂给我吃。 妈妈说,来,多吃点。 我问,妈,那三百万是怎么回事? 妈妈干笑了两声,有些心虚地说, 妮儿,咱们先吃饭。 吃完再说,那三百万是我出事之前,留给她养老用的。 当年,爸爸挣钱开公司了,家里富裕了起来,但她也病倒了,一切都很突然。 那时候,我才刚读完大学,硬着头皮进入公司,从头开始一步步学。 后来,爸爸去世了,我开始真正接受公司,一度忙得昏天黑地,最后累倒,进了医院。 我怕我哪天也会像爸爸那样突然病倒,或是出意外,于是我存了些钱在特定账户上。 若是我哪天真出事了,妈妈就能拿这钱养老。 我眼下并不饿,只简单吃了几口。 我又问妈妈钱的事。 好好的,怎么全都到了苏勒凯那里? 他支支吾吾,半天才说,你弟弟他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吗? 你说,现在这谈个恋爱,手上哪能没钱呀? 我反问他,那用得着那么多吗? 再说了,这钱是我留给您养老的。 都给他了,您以后用什么? 他叹了口气说,不怕,乐凯现在也大了,他不会不管妈的,而且你现在也醒了,等休息好了,就能回公司挣钱。 妈妈削好了苹果,笑嘻嘻地切成块,喂给我吃。 我有些诧异,毕竟妈妈上次对我这么好,还是在弟弟没出生之前。 妈妈说,念儿,明天乐凯带他女朋友来,你也见见。 他们都谈了好几年,也该结婚了。 妈妈迟一片刻,又说,就是这婚房,你可得帮帮你弟弟。 他还小,不懂这些。 我心底咯噔了一下,把嘴里的苹果吐了出来。 这苹果不好,又涩又苦。 记得我初世那年,苏乐凯还在上高二,现在怎么说,也是大学生了。 我不知道苏乐凯要多大,妈妈才不会把他当小孩。 妈妈问,念儿,你有听妈说话吗? 我说,妈,我先看看再说吧。 我别过头,就让护工扶我躺下睡觉。 妈妈在一旁应了两声,劝我好好休息,就走了。 夜里我睡不着,心里想着的都是公司的事。 我沉睡的这段日子,公司是谁在管? 我不知道,这几年是亏了还是赚,也不得而知。 那毕竟都是爸爸的心血。 还有当初陪我打拼的那个人,想着想着,我就睡着了。 一觉睡到了十点。 刚起来没多久,病房门口就出现了一对情侣。 是我弟苏乐凯带着他女朋友来了。 苏乐凯说,姐,这是我女朋友。 小夕,小夕,这就是我姐姐,她刚醒没多久。 小夕抬头打量起我,与她的精致妆容相比,我面色苍白,像个活死人。 小夕说,姐姐好,我听说姐姐已经睡了三年,没想到还能醒过来。 她的眼底尽是潮意。 她接着说,不是说多睡觉不容易变老吗? 不过看姐姐这样,我就知道,那些人又是胡说的。 呵,这孩子可真会说话。 我定定地看着她,并不想接话。 下一秒,她就委屈上了。 她说,姐姐,你的眼神好凶啊,是不是小夕说错什么话了? 她畏畏缩缩地往苏勒凯身后躲,嘴里说着,都怪我不好,惹姐姐生气了。 苏勒凯直接将她护到身后。 问我道,姐,今天头一次见面,你对小夕那么凶干吗? 我? 我无话可说。 苏勒凯冷哼一声道,算了,我知道姐姐不待见我,把事情说完我就走。 我说,那就说吧,什么事? 我也没打算留她。 苏勒凯说,小夕看上了城郊的那套别墅,妈说,让你把房子转给我,正好给我和小夕做婚房用。 我愣了愣,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我问,什么? 你再说一遍。 苏勒凯翻了个白眼,她身旁的小夕也笑了。 小夕说,苏姐姐是不是连耳朵也坏了? 就是城郊的那套别墅呀,地段还不错,勉强能当婚房住住。 我气笑了。 我说,苏勒凯,你睁眼看看,那是咱爸留给我的,我不给。 她气急了,一脚踹翻了垃圾桶,喊道,苏聂尔,我就结这么一次婚,你都要斤斤计较,不就一套房吗? 我认可地点点头,我说,也是,一套房而已。 你这么牛,还来找我干嘛? 苏勒凯说,苏聂尔,你行,要不是妈求着我来,你以为这破地方,我爱来。 苏勒凯重重地摔门出去了,连小夕都被他甩在身后。 小夕怨恨地看了我一眼说,苏姐姐,不是我说你。 苏家就这么一个儿子,以后,什么不是他的? 你这样让人难堪,又是何必呢? 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,看着小夕离开的背影。 什么都会是他的吗? 那可不好说。 晚上护工正为我吃饭,妈妈打电话过来。 她说,念儿,听妈的话,把房子转给弟弟吧,他现在要结婚,正好用得上。 我说,妈,我让给他的东西已经够多了,这是爸唯一留下的,我不想给。 妈妈在电话里哭了起来。 她说,哎呀,念儿,你都让了弟弟那么多次,再让一次不行吗? 我说,不行。 她说,你这孩子,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? 我深吸了口气,指甲狠狠陷进床单。 我说,妈,如果没别的事,我就先挂了。 她说,念儿,妈还没说完,我打断她的话道,妈,我早改名了。 现在,我叫苏念吉。 挂断电话,护工姐姐给我递了纸巾过来。 我才发现自己哭了。 我以为我能更坚强些。 我说了声,谢谢。 护工姐姐面色严肃,蹲在我床边,说道,不好意思呀,苏小姐,我收回早上说的那句话。 他们对你一点也不好,下次你弟弟和那个小夕再来,我就不让他们进来了。 我哭着哭着,突然就笑了出来。 看来我身边的人,也不是都很糟糕。 不过我和苏乐凯的关系,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差的? 大概是在她八岁的时候吧。 那年她生日,请好几个小朋友来家里过。 我下了碗自习赶回来,手上还提着给她的礼物。 才进门,我就发现不对劲,我的卧室门被人打开了。 从小到大积攒的乐高积木碎成一地。 那些积木是每年生日时,我求了妈妈好久,才给买的。 是我一整个童年最珍贵的东西。 现在,他们却像一堆垃圾一样,散在房间的地板上。 我跑去问妈妈怎么回事。 妈妈说,哦,你说那个呀,你弟弟和他朋友吵着要玩,我就给他们了。 我一下子哭了,说道,妈,那是我的东西,他们全都给玩坏了。 妈妈见到我哭,皱起了眉头说,念儿,不就是几个玩具吗? 给弟弟玩一下怎么了? 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发那么大的火。 我没有理会妈妈,直接冲到弟弟房间,把他拉起来,一遍遍地质问他,为什么要这样? 他被我的样子吓坏了,哭着喊妈妈。 妈妈急匆匆地跑过来,把我拉开,他说,你这是干嘛呀? 你弟弟才多大,他不懂事,弄坏了你几个玩具,你跟他计较什么? 我的哭声一下子止住了。 我气愤地甩开妈妈的手,红着眼,看着他道,妈妈,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,已经开始带弟弟了。 妈妈正了正,看着我平静地走回卧室。 我躺在病床上,看着天花板。 身旁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。 我点开,是一条从国外发来的陌生短信。 苏总,别担心公司,我在赶回来的路上了。 一夜无眠,直至清晨。 昨夜的号码陌生,又是在国外。 我猜不准是谁发来的。 正想着,护工开门,带了早餐进来。 他很漂亮,气质也好,笑起来还带着两个梨窝。 有时看着不太像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 我问他,小许,从我出世后,都是你照顾我吗? 小许摇头笑笑,顺手将饭盒打开。 他说,之前那个阿姨有事回去了,我是来接替她的。 我说,这样呀,下午我做完复健回来,公司的刘秘书已经在等我了。 经过这些天时间的治疗,我身体不再像刚醒来时那么累了。 可以先听听公司的状况。 刘秘书一见到我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 他说,苏姐,你可算醒了。 我轻拍着她的背,安抚了好一会。 我说,小刘,跟我说说,公司现在怎么样了。 他擦了擦眼泪,平复好情绪,说道,公司这几年靠孙副总他们撑着, 挣得不算多,好在也没有多少亏损。 我点了点头,情况倒不算太坏。 我问他,苏乐凯有去公司闹着要钱吗? 小刘微微皱眉道,苏少爷他,确实来公司闹过几回, 不过公司的高层也不是死的,没由着他瞎胡闹。 听他的意思,苏乐凯这三年,切切实实握在手里的钱, 只有妈妈给他的那三百万。 他自小花钱,大手大脚习惯了。 游说入减不易,我估摸着,他手里的钱也没剩多少了。 不过,他的女朋友那天来见我时,从头到脚的行头价值不菲。 尤其是那个包,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,就交代小刘去调查一下。 小刘说,好的,苏姐,我回去就办。 小刘临走时,我没忍住,又问了她一句,那个,她现在怎么样了? 面前的人立即议会,笑了笑说,抱歉呀,苏姐,自从她走后,我也很久没听到消息了。 一直都没有消息吗? 我木讷地点点头,让小许送小刘出去,我口中的她,是刚进公司时收的小跟班,许清过。 那时我刚来不久,只知道许清过是从底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。 我很欣赏她的能力,选了个时间单独拦下她。 我问她,愿不愿意跟了我? 她的反应很奇怪,几乎是顶着张红道耳根的脸,点下了头。 天地良心,我说的根是指工作中的,没有别的意思。 许清过的业务能力确实很强,那段时间为公司拉了不少大单。 听周围人说,她的家境不好,平日里吃穿用度都很简单。 但这并不妨碍她工作上的业绩。 很快,她就成了我的特别助理,公司也慢慢步入正轨。 就在我想将她拉为核心成员时,她拒绝了我,还向我提出了辞职。 她说,苏总,家里的十几只老母猪要生产了,我得回去帮忙。 这是她的辞职理由。 够扯,我批了。 我知道,她其实是想出去单干。 许清过就是这么一个嘴上不靠谱的人。 离开的那天,她提着自己的家当,从我门前经过,还不忘见兮兮地冲我玩笑道, 苏总,你要是答应做我女朋友的话,我可以考虑留下哦。 我挥起手中签好的合同,就要砸她脸上。 她吓得一机灵,跑没了影。 再后来,我就出了车祸。 刘秘书的办事效率不错,再来看我时,已经有了消息。 她说,苏姐,关于那个小西,资料都在这了。 我接过小刘手里的文件,仔细看了看。 跨国公司老总的小情人。 怪不得他身上的东西,价格都不低。 小刘点头道,但他出身一般,只是那老总众多情人中的一个, 估计是在人家那排不上号。 这才,我接过话说,这才傍上了我那个冤种弟弟, 还被他捧在手心里当成了宝。 好家伙,这不就是脚踏两只船,两头都想要吗? 小刘说,还有这个,您必须看看。 他又拿出了几张小西的照片。 地点是医院产科,时间是昨晚。 我问,他怀孕了。 小刘点点头说,他是坐着那个老总的车去的。 我的人听到他们吵架,听意思是,想让小西打掉孩子。 我指了指那叠照片,告诉小刘,先将此事保密。 我说,小刘,你继续派人跟着他。 小刘说,好的,苏总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这个小西是该着急嫁人了。 小刘会报完工作,就赶着回公司处理事务。 他离开不久后,妈妈就拉着弟弟过来了,应该是知道我见了公司的人。 这才特意赶过来。 妈妈进来后,满脸堆着笑,看我像是看见了金元宝。 他说,乖女儿呀。 妈妈今天来,就是让弟弟给你道歉的。 我挑了挑眉,有些意外地说,哦。 妈妈扯了扯苏乐凯的衣袖说,还不过来,给你姐姐道歉。 苏乐凯假模假样地过来,满脸不情愿。 妈妈催促他道,快跟你姐姐说呀。 苏乐凯吱吱吱了半天,才憋出那三个字。 声音小,态度差。 我不乐意。 我说,苏乐凯,你上次说姐姐耳朵不好,确实是不好。 所以,你刚才说了什么,我没听清。 苏乐凯说,你。 他气得面红一阵。 妈妈又拽了拽他。 他不甘地咬了咬唇,提高声调道,姐,我错了。 妈妈又帮着说了几句好话。 我没在意,转头看向苏乐凯。 他那头绚丽的发色,进门时,就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。 整个头像是捅了油漆窝。 视线下移,他衣服上各类嘻哈摇滚的元素,更是多到数不清。 苏乐凯注意到我的眼神,随口解释道,我这刚演出完,来不及换。 演出? 我这没到。 苏乐凯,你不上学吗? 他说,上学。 他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,冷不丁吃笑一声。 苏乐凯说,忘了告诉你,老子高中就不读了。 我愣了下,问道,那你现在做什么? 妈妈下意识护着他,替他回答道,凯凯他自己弄了个乐队,现在到处接商演呢。 我呃了一声,没再说什么,不管啥职业,能学着自力更生就挺好。 可我很快发现,自己又想错了。 妈妈握着我的手说,乖女儿,你也知道,你弟弟,做什么事都一时脑热,他现在那个乐队出了点问题,你看看,能不能帮帮他? 哼,看来并不是单纯的道歉。 想起从前,弟弟喜欢学什么,妈妈都给他报,不管有多贵。 我们同时需要报班时,妈妈会优先选择弟弟。 等我再去向他要钱时,他总会有各种理由推脱。 我有刺激不过,大闹了一场,这才知道了妈妈心底真实的想法。 他说,你是女孩,学那么多,以后嫁人了,还不是便宜别人嫁。 这句话似乎像一根鱼刺,深深刺在我的心底。 原来有些事,是从出生的那一刻,就定好了的。 即使你做得再好,也难以改变。 乖女儿。 妈妈拉回了我的思绪。 我冲妈妈笑了笑说,妈,今天怎么不见小夕呀? 妈妈看了眼深厚的苏乐凯说,哎,现在的小情侣哪有不吵架的? 吵架了。 妈妈拉了拉弟弟说,乐凯呀,这都吵三天了,有空了,就去跟人家道个歉。 人家怎么说,也是千金小姐,你还指望她来哄你呀? 我问,千金小姐。 小西。 我有些诧异,留秘书的消息渠道,我是信得过的。 所以,妈妈冲我得意一笑,说道,是啊,就是那个什么跨国公司的,要说还是弟弟眼光好。 给妈选了个这么好的儿媳,人又漂亮,家里又有钱。 我佩服地点了点头,说道,这样的话,还真是弟弟的福气啊。 就是这福气,带了点绿。 我看向苏乐凯,他美好气道,乐队的事,你到底帮不帮。 妈妈也在一旁帮衬道,乖女儿,这是你看看。 看在他可怜的份上。 我说,弟弟的事,我自然是要帮的。 文言,妈妈笑了,拍着我的手说,我就知道,你不会不管你弟弟的。 我让小许递给苏乐凯几张名片。 他结果,一脸疑惑地问,这是什么? 我说,这些都是之前和公司合作过的商家,他们手上的活动,会经常需要商演乐队,你有需要,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。 我才说完,他的脾气就上来了。 他说,苏念儿,你什么意思? 我都道歉了,你还这样玩我? 他把名片扔到一旁,埋怨地看了眼妈妈。 继续道,妈,你也看见了,他压根就没想给我钱。 我何时说过会给钱了? 还挺会想。 妈妈又朦胧了双眼。 说道,乖女儿,你弟弟他最近困难,你帮帮他吧,公司不让他拿钱,你去跟他们说说,好不好? 我冷声道,妈,弟弟现在大了,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。 这道理,您比我清楚。 妈妈说着说着又哭了。 他说,妈知道,你这样做,是在怪妈妈,妈妈跟你道歉,行不行? 你帮帮你弟弟,你说什么,妈都答应。 我说,行呀,帮也可以,不过我有个条件。 妈妈的哭声止住了,苏乐凯也冷着脸看过来。 妈妈撒开了我的手,语气有些不悦地说,帮你弟弟还要什么条件? 我说,很简单,别再和那个小夕来往,那女孩我不喜欢,她休想嫁进我们家。 此话一出,苏乐凯脸上更难看了。 他说,苏妮儿,我和妈都这么求你了,你别给脸不要脸。 我两手一瘫到,做不到就算了。 第二日,妆容精致的小夕就拉着苏乐凯的手,站在我床边。 小夕手上拿着医院的单子,脸上尽是得意。 他说,苏姐姐,我知道你不喜欢我,但不好意思了,我现在已经怀上了乐凯的孩子。 我微微勾了勾唇,鱼儿上勾得太快,我也有些不好意思了。 苏乐凯,看来这顶绿帽,姐姐只能帮你戴稳了,抬头的瞬间,我顺势攥紧床单,将委屈与不甘写在脸上。 小夕眼底的得意更甚。 他说,婚期就定在十个月后,是我和苏阿姨一起定的,到时候姐姐记得坐轮椅来参加哦。 他甩出一张新印好的请柬,丢在我的床上,接着说道,这么好的事,我可是第一个就想告诉姐姐,姐姐怎么还不开心呢? 他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,我直接回了他一个大白眼。 合着你们都商量好了,就是准备来通知我的,那我能说什么呢? 这不是正合我意了。 看我半天不回话,苏乐凯护着小夕,数落起我,她说,我姐她就这样呗,好心没好报,你说了就行,别理她。 小夕回头看向苏乐凯,声音软了许多,说道,乐凯,你别这样,我们肚子里的孩子。 苏乐凯知道小夕要说什么,也不编理由,直接对我要求道,小夕现在有身孕。 要吃补品,妈说,让你先拿五十万出来,给小夕养胎。 我说,给不起,我没钱。 苏乐凯怒吼道,你没钱,你不会去公司要吗? 来了几次,都是无功而返,她今日进门时,看我都加着怒气。 只是不等我开口,护工小许正好打饭回来。 看见这两人围在我床边,脸色一下子就不好看了。 小许说,请你们出去,这里不欢迎你们。 小许上来就感人。 这下苏乐凯更是锅里点炮仗,炸糊了底。 他那张脸黑得吓人,眉心皱得死紧,冲着小许吼道,关你屁事,你再说一句,信不信老子打死你。 小许收起了他平日的好性子,插着腰,直接对道,来啊,我怕你啊,你个有事只会喊妈的耸包。 苏乐凯说,你说什么? 给老子再说一遍。 小许说,哎哟,耳朵不好呀。 是说你只会喊妈生气,还是说,你是耸包生气呀,你个妈宝男。 我素日里还未见过这样的小许,看他此刻比鬼脸的样子,总觉得有些熟悉。 苏乐凯被他这么说,上去就要打人。 结果小许拦下了他,说道,乐凯,这种贱人,我来教训就好。 小许走到小许面前,脸上写满了不屑。 小许说,你这个花钱请来的穷护工,也配说我们。 我看着个子高出一头的小许仰手就要打人,顿时心叫不好。 可下一秒我就听到了小许的惨叫。 他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,直接摔倒在地。 小许在他头顶道歉道,不好意思呀,小希姐,我这穷护工还学过散打,手上也没轻重。 确实是练过的,刚刚那下,我看了都疼。 小希在抬头时,脸肿半边,说话都不利索了。 他恶狠狠地骂道,你个奸人,还敢搭窝,灰土屋妖你闷好看。 小许歪着头,表示没听懂,问道,他说什么。 我立即给他翻译道,他说,你是个坚韧的人,而且比他长得好看。 小许说,哦哦,这样呀。 小希气得发抖,两边脸颊的泪,按着不同的轨迹下落,看得苏勒凯心疼不已。 苏勒凯说,你个臭打工的,也敢打小希,看老子今天不好好教训你。 他此刻的怒气直线拔高,不管不顾地就要上去打小许。 他挥起的拳头还没落下,就被人截住。 一个声音说道,要我说,苏少爷这动不动要打人的习惯,是得好好改改了。 不知何时,病房的门口多了个人。 他语气里带着几分薄怒。 我探头看去,看到了许清过那张熟悉又精致的脸。 他挡回苏勒凯的拳头,转头对我笑了笑,说道,苏总,您的特别助理回来给您撑腰了。 我不自觉地扬起一抹笑意。 没想到三年了,许清过说话还是这副调调。 不过他在看向苏勒凯时,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了,语气一下子冷了下来。 许清过说,我说苏少爷,不想被人说怂,你倒是别在这打人呀,有这闲工夫,还不如去挣钱养你女友。 当面前站着同为男人时,苏勒凯的嚣张都带了几分犹豫。 毕竟面前的人,他打不过。 一旁的小许更是挑衅地看了颜小夕今日背的包,捂着脸疑惑道,小夕小姐不是附加千金吗? 怎么还背着过时的旧款呀? 你男朋友来这哭穷,该不会是连只包都买不起吧? 小许说这话时,有意无意地露出自己的包。 是这个牌子的最新款。 这一对比,小夕的脸色煞食沉了下来,他怨恨地看了眼苏勒凯,问了句,买不起吗? 苏勒凯预感不妙,立即将小夕拉到身后,说道,买得起买得起,这个包我自然会给他买,就不劳烦你操心了。 苏勒凯又对我说道,不过小夕怀的是苏家的骨血,让你给钱也是妈的意思,苏念儿,你忤逆妈那就是不孝。 他光明正大地把这套道德绑架刚说完,许清过上前就是一拳,直接打得他找不找北。 苏勒凯揉了揉肿起的脸,这下他和小夕一人一边正好对称。 苏勒凯喊道,姓许的,你自己刚才还说别动不动打人。 许清过转了转那只打人的手腕,说道,对啊,我是说过,但前提也得对方是人才行。 苏勒凯说,你这话什么意思? 许清过的眸子看向我,比了个眼色,说道,人是知道怎么好好说话的。 这下苏勒凯听话了,在开口跟我要钱时,态度温和了不少。 我自然大度地给他下了坑。 我说,苏勒凯,妈的意思我不违背,不过也要等我好拳,回了公司后,到时候我会拿出钱,作为我亲侄子的出生礼。 亲子鉴定的那种亲哦。 至于这几个月嘛,你坚持接几场伤演不就有了? 许清过的拳头就在他的不远处,苏勒凯想着另一边脸,心底有怒,也没敢发出来,拿上明片就带着小溪走了。 这样闹了一场,小许带来的饭早就凉了。 他拿上盒饭去加热,走之前,还顺便关上了门。 屋里一时间,只剩我和许清过两人。 许清过微笑地朝我走来,他拉过椅子,在我的病床边坐下,说道,抱歉,是我回来晚了。 我摇了摇头,不明白他为何要道歉,他上手摸了摸我的头,动作有些太过亲密。 我说,许清过,你干嘛? 眼前的人明显被我的话吓得一愣,又眯遮眼,打亮我半天,问道,你,不记得了? 我一脸疑惑地问,记得什么? 他的眸子低了低,说道,我们之前的事。 我说,这个我当然记得,你曾经是我在公司的特别助理吗? 他当即否定道,不,我升职了。 升职? 这不可能呀。 我立即在脑海中回忆与许清过相关的记忆,我清楚地记得,最后一次升职被他拒绝了,我喝着他递过来的水,又听他道,我现在是您生活上的特别助理。 我问,生活上。 他说,嗯,你的男朋友? 我扑了一声,刚喝进去的水,好巧不巧全部喷在了他的脸上。 我说,不好意思,你说的这个玩笑,我有点意外,我连忙去抽纸巾。 许清过,接过我给的纸巾擦脸,说道,没关系,不过,我并不是在开玩笑,你只是不记得了。 我说,不会是在骗我吧? 他说,没有。 他收起了以往的玩笑模样,神色认真的看着我。 这时,小许端着热乎的饭菜回来了,他熟练地放好我面前的小桌板。 说道,苏姐姐,来吃饭了。 他正好将我们两人的视线挡开,低声问道,苏姐姐,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? 他对你好好呀。 许清过说,我是,让我来喂吧。 他拿着饭,打算喂我,小许则识趣地退到一旁。 我打量着两人一唱一和的模样,缓缓问道,你们两个认识吧,兄妹。 屋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,我明显感到,他们手上的动作顿了顿。 小许说,这个,被准嫂子发现了,那我就先出去了,有什么事你找我,哥。 小许甘笑两声,溜出门去了。 许清过同我说,小许就是她的妹妹许清孟。 得知我清醒时,她还在国外忙一笔生意,其他人她不放心,于是就让小许先来照顾我。 我与她聊了许多,得知了她这几年创业的不易。 同样也得知了如今本市最大的养殖场,是他们家的。 许清过说,所以那年,我没有骗你,不过这次我回来,也是有个重要的事要办。 我挑了挑眉,说道,说来听听,什么生意还要你亲自回来? 她说,不是生意,是娶苏念几回家。 许清过郑重地握住我的手。 我本想拒绝的,毕竟我现在这样的身体,还是不要耽误别人的好。 可下一刻,许清过就拿出戴着鸽子蛋的戒指。 那戒指,闪得我脑袋发猛。 许清过再说什么,我都只有点头的份了,谁会跟鸽子蛋过不去呢? 他走时,又将一把别墅的钥匙交给我。 许清过说,这是我三年前拜托他保管的。 那是爸爸送给我的别墅。 想起自己昏迷了三年,还没有去祭拜过爸爸。 我特意选了一个天气不错的日子出门,刚坐上轮椅,小许捂着肚子喊疼。 她说,苏姐,我哥今日有空,不然我让他送送你。 我刚想拒绝,轮椅上就多了一双有力的手。 许清过问,苏总,我们要去哪? 我轻笑一声,回头看他。 我说,带你见家长。 爸爸是在我毕业的第二年去世的。 他走之前想要见我一面。 爸爸最后的嘱托就是希望我能照顾妈妈和弟弟。 但这次我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 我说,爸,妈妈他不喜欢我。 在他眼里,只有弟弟是好的,爸爸一下子不说话了。 他的手高高扬起,我本以为我要挨打了,没想到他摸了摸我的头。 爸爸常年不在家,偶尔几次回来,也都要忙工作。 从小到大,我同他说过的话,掰着手指都能数清。 现下难得的亲密,反倒叫我有些不适应。 我稍稍躲了一下,爸爸就朦胧了双眼。 他说,都是爸爸不好,这些年总不在你们身边。 他苦笑一声,又深深地叹了口气,说道,傻孩子,别听你妈妈瞎说,叫你念儿,是因为你是爸爸心心念念的孩儿呀。 这些年你帮了妈妈那么多忙,还要一个人撑着公司,这个房子,是爸爸特意留给你的。 他从枕头下拿出房本和钥匙,颤抖着递到我手中。 我知道他已经提不起东西了。 他说,念儿,爸爸这辈子没有给你足够的关心,下辈子一定不那么忙,多陪陪你好不好。 我说,爸爸,我紧紧握着爸爸的手,陪了他一整夜。 陈光打进病房时,我还无力地看着一条条平行线在我眼前出现。 我在低头看他时,眼前的视线模糊一片。 爸爸的样子看不清了。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。 可眼泪没有换回什么,爸爸还是走了。 我只依稀记得,他走的时候也拉着我的手,就像儿时牵我那样,嘴角还有一道浅浅的笑意。 念急,一个温暖的怀抱将我从回忆里抽离。 回神时,才发现自己坐在轮椅上,看着爸爸的墓碑气不成声。 许清过为我擦拭泪痕,说道,乖,不哭了,岳父他一定更希望能看到你笑。 从墓地回来时,妈妈又来了。 但这回我没有选择见他。 刘秘书已经在里头等我了。 从他的话中,我知晓妈妈此次前来的墓地。 小西如今在家中仗着肚子好不威风,吃得穿得一并都要最好。 苏乐凯好不容易挣回来的那些钱,全花在了小西身上。 小西吵着要买包不说,最近又闹着要准备豪华婚礼。 苏乐凯自然不敢说什么,妈妈对小西的不满,也看在孩子的份上忍了。 妈妈看不得自己的儿子辛苦,又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。 刘秘书借口说我吃药睡下了。 妈妈在外头待了一会,还是走了。 后来她打电话来,说自己将身上的五千块转给了我,希望我能帮忙选个好的婚礼场地。 妈妈知道这些钱不够,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,希望我帮着添一笔。 她又有些为难地和我说起了房子的事。 我说,妈妈,别墅我不会给的,你说再多也一样。 电话那头的声音尖了起来,她说,你要这么说不通的话,那妈没办法了,妈只能把你的房间拆了给小西住,反正你以后也是要嫁人的,家里有没有你的房间,都一样。 我握电话的手一紧,说道,随您吧,那里早就不是我的家了。 我挂了电话,许清过已经拿着晚饭坐在我的床边,她柔声安慰我道,别怕,你会有新家的。 许清过说要带我去见她的妈妈。 经过几个月的条理,我已经能下床走路了。 出院后不久,许清过就带着我回家,去见她的妈妈。 许清过的妈妈是个很漂亮的女人,她带着风韵的眼底夹着几分精明。 进门没一会,她就只开许清过,单独拉着我聊天。 小苏呀,有些话我需要先和你说清楚。 听她这么说,我心底突然慌了一下,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 许阿姨说,这张卡里有五百万,你先拿着。 她拿出一张黑卡放在桌上,我想我大概知道她的意思了。 她接着说,小苏呀,阿姨我就这么个儿子,你也是知道的。 我说,阿姨,我明白,您不用说了。 这样的语调,我在家中不知听了多少,再说下去,也无非就是让我拿钱走人的意思。 许阿姨继续说道,小苏,阿姨知道这样委屈你了,等你们结婚时,阿姨再送你们一套大房子,好不好。 我脱口道,结婚。 我一下子没明白过来许阿姨的意思。 她又上前拉住我的手说,是啊,不过你还年轻,要是觉得太早了,先订婚也行。 我问,阿姨,你不是要让我拿钱走人吗? 我看着她有些诧异。 谁知许阿姨反倒比我更诧异。 她说,走人。 这么乖巧好看的儿媳,我为什么要赶走? 她说着又将那张卡塞进我手里,宝贝似的拍着我的手,说道, 小苏,你如今收了阿姨的钱,以后看在钱的份上,可不许不要我家儿子哦。 我红着脸点头映下,这才看到许清过拿着红酒,笑嘻嘻地从门后走出来,后头还跟着小许。 许清过说,妈,五百万你就把我卖了呀。 许阿姨没好气地接过红酒,说道,就这点钱,人家小苏能收就不错了。 许阿姨拍着我的手,笑道,我这儿子就交给你了,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,就只管跟我说。 我也笑了,第一次觉得这是家的氛围。 许家如今的生意做得很广,我离开前还不忘为公司拉了笔订单。 许阿姨说,小苏呀,阿姨我一见到你,就觉得亲切,以后有空了,多来阿姨这做做哦。 他将我们送到门口,等我们开车走了很远之后,他才回去。 许清过跟我解释说,他妈妈和我的成长经历很像,也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,后来也独自撑起了整个家。 许清过说,那年妈妈怀清梦的时候,家里人知道是个女孩,都在劝他打掉。 那些亲戚跟妈妈说,女孩是赔钱货,生出来败家,但妈妈没有听,不仅生下清梦,还给了她最好的爱,把她宠成了无忧无虑的公主。 我不知道阿姨竟是这样的妈妈,难怪她能将两个孩子都养得那样好。 我听着她的话,鼻尖没来由的一酸。 我说,我们虽然是女孩,但为家庭的付出,从来不比别人少,为什么在他们眼底却要? 许清过说,小傻瓜,她抵住我的额尖,轻轻一吻,说道,你也会有最好的爱,最好的家人。 我强忍着眼泪问她,真的吗? 许清过看着我,认真的说,念及,你值得。 我正是回到公司的第一天,许清过带着人过来谈合作的事宜。 许阿姨也来了,她想来看看我的公司。 我正好与他们在电梯口遇到,就一同上了楼。 几日不见,许阿姨上来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,出了电梯,都没舍得放开。 公司的人瞧着,还以为这是我的妈妈,纷纷上前打招呼道, 苏总,这就是苏阿姨吧,也太有气质了。 这还是头一次见你带阿姨来公司呢。 苏阿姨的皮肤也太好了吧。 我看了眼许阿姨,又看了眼根在她身后的许清过,神色有些尴尬。 正想解释时,许阿姨拉过我的手,对着众人笑道,都是小苏平日里孝顺,我这才保养得好。 对不对啊,小苏。 我点头笑了笑,没再想解释的事。 进会议事前,许阿姨还不忘对我吐了个鬼脸。 我不由一笑,看来有些东西是遗传的。 合作的事宜谈了许久,即使对方是许清过,我也没有让步,尽力给公司争取最大利益。 双方签好字握手时,许清过低声凑过来,说道,苏总,好狠的心呀。 我点了点头,冲他玩笑道,许总再让一点,回去的搓衣板,换我贵如何。 许清过被逗笑了,他说,苏总,搓衣板,您就别跟我抢了,倒不如请我吃顿饭。 办完正式已是饭点,我本就有请许阿姨吃饭的打算。 只是刚出会议室,大着肚子的小夕就在前台闹事。 算起来,他现在也有六个月身孕了。 小夕泼辣地朝着前台的接待吼道,把苏念儿叫出来呀,不然就让我进去。 自己花着公司的钱,吃香喝辣,连自己亲妈妈亲弟弟都不管不顾。 几个前台拦着不让他上前,他站着有肚子虎脚蛮缠,嘴里骂了不少难听的话。 一时间,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。 我示意刘秘书先将人劝走。 小夕反倒不一,看到我出来,嘴里的话就更是难听了。 小夕说,我就说你是怎么做生意的。 原来都是靠的男人谈生意。 他瞟了眼我身边的许清过,说道,能把公司办成这样,看来谈过不少男人吧。 他越说越起劲,恨不得对到我的脸上说话。 其实,我没告诉过他,我之前也学过散打。 看着他一步步逼近,我的手腕按捺不住地转了转。 谁知下一秒,许阿姨的巴掌先一步落在了他的脸上。 许阿姨怒斥道,哪里来的绿茶? 也敢这么编排我们家念念。 大着肚子还不在家歇着,说话这么独,也不想着给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得。 许阿姨的力道控制得刚好,人没摔着,脸上的五指印却清晰可见。 许青过将我护在身后,不让小西再次接近。 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,说道,别理会她,一切由我。 小西胡闹一阵,也不再说什么,就是赖在前台的沙发上哭,谁劝都不离开。 我打了电话给妈妈,得知小西是在家里闹了脾气,偷跑出来的,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。 苏乐凯和妈妈最后还是看在孩子的份上,来了一趟公司。 可能出于这些天小西闹疼的原因,苏乐凯对小西的态度明显差了许多。 她见到蜷缩在角落里,头发散乱的小西,一句关心也没有,上来就是指责她。 你个怀了孕的女人,在家待着不好,非要出来闹什么? 苏乐凯惦记着我承诺的那笔亲侄子的出生礼,没来找我发难,只是朝着小西生气。 小西也不是好脾气的,冲着她吼了起来,苏乐凯,你什么态度? 要不是你连买包的钱都没有,我至于这样吗? 还有你给我的那间是什么破屋子? 又小采光又差。 我冷笑一声,猜得没错的话,小西说的应该是我之前住的房间。 妈妈曾在电话里说过,要把我的房间给她住。 有些东西只是重不重视的问题,即使家中不穷了,我住的房间依旧是最差的那个。 妈妈看着他们两个人在这吵,劝不动价,便埋怨地看向我。 妈妈说,他俩吵架都是为了钱的事,要不是因为你不给他们钱,他们又怎么会吵架? 说到底,还是你的错,你还不快把钱拿出来。 把这是了了。 他这套冠冕堂皇的说辞,我听了都想笑。 我越来越发觉,妈妈其实什么都知道,小时候我也明确跟他说过我的想法。 我只希望他能把放在苏勒凯身上的爱,分给我一些。 但妈妈一直以来的装傻充愣,还有在我受委屈时,那些稀释宁人的做法。 一桩桩,一件件,都让我内心的渴望消散殆尽。 我站在原地根本没有动的意思,妈妈就不高兴了。 她说,苏聂儿,你今天要是不拿钱出来,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妈了。 许清过挡在我的面前,我看得出,他很气愤,可是他还是极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。 许清过说,阿姨,您这么说话,就有些过分了。 他然后,想将妈妈先送去休息室,我拉住了他,平静地看向妈妈,同他说道,您既然说了,那就按照您的意思办吧。 妈妈不可置信地回头,皱着眉看我,说道,我是你妈,你为了那点钱,不想认我了。 我攥紧了衣袖下的手,眼神坚定地说,这话是您先说的,妈妈气得面红耳赤,说道,好,好呀。 既然你没有良心,那就别后悔。 这时,许阿姨开口了,她说,这位女士,您说的不对吧,念念是我见过最有良心的姑娘。 许阿姨拉住我的手,我的手心被一阵温暖包裹,一下子松了力道。 妈妈问,你是谁?我管我女儿,和你有什么关系? 许阿姨从保养甚好的手腕摘下一枚翡翠手镯,她轻轻地拉起我的手,为我戴上。 说道,念念,这是干妈给你的见面礼,她现在也是我的女儿了,自然有关系。 与许阿姨相比,这三年,妈妈将钱都给了苏勒凯玩乐,她自己缺少保养,也仓老了不少。 妈妈说,看来你是找了新妈妈,难怪不想管我了。 她又气又委屈,直接哭了出来,苏勒凯忙着跟小夕置气,根本顾不上网这边看。 我说,妈,眼泪无用,这是你从小到大,用行动教会我的道理。 其实,只是我的眼泪在这个家里无用,只有被偏爱的苏勒凯才有资格哭。 妈妈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,她收住眼泪,没再说话。 最后,妈妈将苏勒凯他们带走时,还不忘提醒了下,我承诺给苏勒凯钱的事。 她说,你不认妈也好,妈有乐凯就够了,还省了嫁妆钱。 她说的虽是气话,却斩断了我心底对她的最后一丝亲情。 几个人走后,许阿姨带着许清过走到我身边,说道,傻孩子,你跟清过好好筹备婚礼,嫁妆钱,干妈出了。 我垂着头,鼻尖一酸,原来被家人护着的感觉,是这样温暖。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,我和许清过举办了浪漫海滩婚礼。 海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,因为这里曾经有过,只属于我的气球。 借圈紧紧扣住左手无名指,那是对双方爱情的标记。 在场的宾客里,有不少双方公司的员工,许清过拿出了一本合作项目书,郑重地对我说, 苏念吉,我知道这些年你在公司打拼的辛苦,那些说你是靠男人发家的话,你不要听,你永远不是任何人的附属,我们在一起是强强联合。 苏小姐,今天您是我最尊贵的甲方,不知道我是否有幸,跟您签署一个终身合作的项目呢? 她将手中的合作书弟给我,我愣了愣,并不记得最近有和她的合作项目。 我翻开一看,是许清过的亲笔所写,甲方是你,项目是和你共赴白头,为期九十九年,你可愿意。 我点头的那一刻,许清过温良地纯稳了上来,底下传来宾客的一片欢呼。 漫天飘舞的彩色气球,是她给我年少遗憾的补偿,我站在这片童趣下,热烈地回应着她。 这一次我又哭了,但不再是因为委屈,而是因为幸福,因为偏爱。 座席上有三个位子是空着的,妈妈,苏乐凯,小夕他们没来。 原因很简单,小夕要生了。 听说在我新婚的当晚,小夕在医院生了一夜。 第二日,我揉着酸软的腰肢,在餐厅吃早饭时,许清梦带着礼物来了。 她说,嫂子,新婚快乐。 许清梦在我身边坐下,一脸八卦道,嫂子,我哥昨晚没有欺负你吧? 坐在沙发上的许清过,不淡定地咳了两声,说道,小孩子不许乱问。 许清梦说,我才不小呢,我来是有重要的事,要告诉嫂子。 我问她,什么事啊,清梦? 她拉过我,小声说道,嫂子,你弟弟她昨夜在医院大闹了一场。 我问,昨夜,是小夕生产来着,她知道自己被绿了。 她说,可不是,我朋友都看到了。 我问,这么快? 一出生就做亲子鉴定了。 她说,哪还用做呀? 两个中国人,生出了一个混血,再啥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不久后,刘秘书给我打了电话,她说,小夕之所以生出的是混血,是那个跨国公司的老板,曾在她醉酒时,将她送到过外国客户的床上过。 阴差阳错之下,小夕怀上了那个外国客户的孩子。 苏勒凯看到孩子后,和小夕大吵了一架,妈妈在看到自己大孙子的一头金发后,直接气中风了。 许清过走到我身边,说道,念念,妈在医院里,如果你想去见她的话,我可以陪你去。 她将我抱在怀里,静静地等着我的回答。 我闻着她身上淡淡的烟草香,摇了摇头说,我不想见她。 她说,好,那交给我处理。 许清过没再让我操心过他们的事,我也将日常的重心转移到了工作上。 在听到他们的消息时,已经是两个月以后,那个孩子被外国客户带回家了。 小夕本想也跟着去,人家拒绝了她。 她去那个跨国公司老板的公司里闹,被她家的夫人发现了小三身份,那夫人用了些手段,让她无法继续在这个城市谋生。 最终,小夕只能回到农村老家,去找她那个养猪的前前男友接盘。 苏勒凯知道自己被律后,人就消沉了。 她天天都泡在酒吧里,身上的一点积蓄,都拿去买酒了。 她在一次醉酒赖仗后,打伤了人,被关进了橘子。 而妈妈呢,许清过受她的委托,给了我带了一封信,说是想跟我道歉。 医生说她原本就有基础病,现在又伤到了神经,以后都不能再说话了。 听说她醒来后,哭着想见我,我看了看桌上的书信,犹豫了一下,最终没有选择打开。 无论她说什么,都已经不重要,我也不想知道。 现在我有了新的家庭,有了更多真正爱我的人。 我会遵守对爸爸的承诺,让妈妈得到护工的基本照顾,但陪在她身边的,也只会是护工了。 希望她在以后每个孤寂无人的夜里,在冰冷的病床上,不会后悔当初。